一年一度的賀水足球邀請賽 將會在後日在香港道場正式上演 香港聯賽選手隊連日來進行積極的備戰 在我身邊就是香港聯賽選手隊的教練 黃文偉先生 偉哥想問問你 香港聯賽選手隊今年那個實力是怎樣 今年實力應該都幾平均的 因為我們這支港聯隊 就是集了幾支在頭的球隊的精銳外玩賽 應該就是實力應該沒什麼問題 其一是他的合作上就是未能夠了解 但是我們要通過有兩場的練習賽 讓他們多些默契上了解多些 我想會連賽會給藍斯拉夫一定很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假設香港隊在香港聯賽選手隊 在年初一可以贏到藍斯拉夫 那在初五的時候將會對著哥倫比亞 或者是南韓的奧運隊 那這兩隊的球隊你對他們的了解有多少 我們哥倫比亞呢 我就跟世界杯的賽事已經看過它了 他們是一支比較注重於小組啊 勢力腳法的球隊 那它也有幾個是世界杯的球員團隊 那我應該實力一定會有什麼疑問的了 那至於南韓這隊奧運隊呢 他算我的資料顯示就是 他很早以前已經準備了為這個世界杯奧運隊 不是奧運隊的外圍賽而備戰 那集了起碼都有幾年時間 那不停在國外啊 各樣的做足準備功夫了 而且他的目標也是指向這個奧運為賽的 我想他這隊球隊的體力啊 各樣的合作應該很純熟 官物論如何都好 這幾年的香港賀水波裡面呢 香港聯賽雙手隊的表現都是相當之好的 今年啊 香港自己本身有沒有信心可以拿到杯 嗯 信心就應該有的 因為這幫外援呢 各個都是很有戰意的 各個都是為了他們的名利啊 他們都會盡量爭取的 我想他落到場了 鬥志方面一定不會移民的了 那希望他在合作方面 現在能夠了解一點呢 那可能有得過的成績 身為球迷呢 我們也都希望香港聯賽選手隊呢 今年可以為香港呢 就奉回這個獎盃回來的 我也希望年初五有機會爭冠軍 那等奉場的香港球迷有一個目的去 這位 是90年世界杯的演出 大家應該有些印象 經常走出去禁區之外呢 是作為多一個的防守球員的 比賽展開了 那白衣白褲的呢 就是這個南韓 那南韓基本上 這次呢 就是以奧運隊呢 作為骨幹的 那以一支呢 南美的國家隊 對一支亞洲的奧運隊呢 相信大家都覺得 哥倫比亞呢 會是高一線 而且一開球呢 已經把握到呢 是一個機會埋門 那射過來 但是被守門員 徐東明呢 是拍了出去 那射球的呢 就是高美斯 那看這個球呢 一扯扯的時候呢 徐東明呢 快一手把球撈了 如果不是呢 已經在比賽的初段呢 就可以先開紀錄了 哥倫比亞呢 這一次的教練呢 也是叫做高美斯的 很快就呢 他們在右手邊 也得了一個角球 開出去呢 助攻的球員一頂 再來一個倒掛 但是這個球又再次被呢 是這個年近二十一歲的 徐東明呢 救了出來的 那打到掛呢 就是這個 他們的球員呢 看看這個慢鏡頭呢 開出來怎樣先 高球一頂 而走漏了這個十三號的卡比拉 卡比拉也是 都是九四世界盃呢 哥倫比亞呢 其中一個呢 是今次除隊 東雷參加賀水波的球員之一的 那另外一個球員呢 就是十七號的加維尼亞 是防守中場的 哎呀這個球呢 塞了啦 那見到呢 是南韓呢 唯一的箭頭呢 吹龍珠呢 將個球給了六號的李基恒 再比進中間八號呢 穩精緩 已經過了呢 這個是最後的一關 結果呢 是前線的這個吹龍珠呢 就是用骨頭彈倒對方 讓對方的防守球員失重心呢 他又呢 跳入一個空門的 那似乎希基達呢 沒辦法玩過這個球 啊 一比零呢 南韓呢 在劣勢之下反而領先 入球下半場的七分鐘 首先呢 看看這個球呢 李基恒呢 一個直線呢 衛衛進去 那跟著呢 再游呢 這個八號的呂精緩呢 是輕鬆高的球 好了 吹龍珠呢 左腳一踏 跟著一蹲 蹲開了對方 守完希基達出來的時候呢 立刻把他一鬥呢 鬥過希基達的手呢 來入網 看看這個球呢 呂精緩一蹲 那這個呢 就是吹龍珠呢 就是一蹲蹲著呢 跟著呢 然後呢 一比零在下半場的七分鐘呢 南韓在劣勢之下呢 竟然間呢 首先呢打開紀錄 那希基達也有點失望了 那南韓的教練呢 就比索維斯 是烏克蘭的教練來的以前 好 這個球呢 有些黃魚就出現了 那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事的 那就是呢 大家呢 跳過的時候呢 騎過了呢 就跟著呢 南韓的球員呢 一爭呢 就坐上去 那這個球呢 不知道會不會呢 這個吹龍珠呢 被球證趕出場了 球證拔的了 唉 你都夠運了 拔張黃的而已 現在完蛋了 已經應該呢 可以了 給他吃紅牌呢 趕這個吹龍珠出場了 來看看 吹龍珠過來一拍 那麼 跳過了沒事了 大家都避了 對方也都跳過了 忽然間 一抓一抓 礙上去 喱慘了 這一下 新達呢 我們剛才看過一個萬景 新達呢 踩著吹龍珠的腳下 所以呢 吹龍珠這麼勞氣呢 一抓打上去 但孤無論如何 其實翠龍珠這個球應該紅牌出場 球證給他黃牌就算他走運了 好 看看這個球怎麼樣 巴列賊一射射過來 但徐東銘由於他的位置好 所以他都不用怎麼疑保 就靠身一摺就已經把球接住了 巴列賊在中間也是很努力 這邊南韓的球員就很緊張了 叫自己球員回防 因為當時哥倫比亞還在落後 加強了壓力 相反南韓也是越打越後 好 可以說901 這個球是其中一個黃金機會 但又被表現出色的徐東銘 這個球二位一拍中央拍了出去 這麼近距離頂球頂不入 就算了哥倫比亞真是不幸運了 我們從慢鏡看這個球 一落下去約翰高美斯出得 一個倒掛過來被中間的球員頂 但可惜亦被守門員拍了 結果南韓首先1比0擊敗哥倫比亞 連賽第一場賽事分屍勝負之後 隨即會上現主隊港聯對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會穿著藍衣服 他們也有小許的擁躉到這裡捧場 這個球撞成了改變方向 幸好打的威娜 在移的位置移得快 僅僅把球在前面托出底線 輸過球根本很壞 起腳就是三個杜魯域 假如威娜不是移的位置快的話 這個球將會成為南斯拉夫的入球 好 港聯的監獄扔了進來 這邊就見到和仔進入了小禁區 但是他接應彈陀石的底線傳中球 就慢了些 結果被這個龍門排到路域接收了 南斯拉夫進攻了 右攻左南山白虎的南斯拉夫 你看到卡神也很努力 回來追回對方球員 一比兩比了 這個七路的拿迪 好厲害 這個球拿迪一轉身 趁著龍門出來的時候 都不用勁射 在腳面 硬了就硬了 地球入網 一比零 南斯拉夫 在這個時候 就首先打開紀錄了 再看看這個球 十度的 史度高域 比這個球比得很絕 徐波 帶了兩大 帶順了 鞋頭一叮 就叮了這個球 入網一比零 和文偉和陳隆平很緊張 看看李建和怎樣 右邊按上來 五分 拿了兩球 被人捉了 左落回來和仔 和仔彈過來右手邊的卡神 卡神沒有越位 這個球看得通通透透 斬過去 孔宰批過來 還有 鄭兆聰 拿到在那個位置 寫了世界球 好厲害 這個球 令到南斯拉夫的守門 嫌彭道路域無從挽救 這個球這麼狹窄 角度 兄弟能夠射到 遠處的上角入網 就抵一了 一比一 現在港聯追成平手 再看慢鏡 先由卡神 從右路撿過去 頭脫 兩個都頂不到 漏了過來 給鄭兆聰 看看聰仔 立下的球 踏上一步 左腳照進去 嘩 遠處掛角入 一比一 打成平手 還要慢鏡 看他精彩的入投 這個球 對港聯來說 無疑真是打了一支強心針 相反 藍斯拉夫方面 教練 米粗力 開始皺眉頭 但畢竟 藍斯拉夫的實力 比較強 看見瀉路高翼 有一個直線送下去 給六號好球 只能互查石 這個球一發出來 就完成了 頂入球的 11號球員 是米粗域 這個左腳球員 不單止是左腳 頭腫一樣了得 但這個組合很簡單 看到這個米粗力 他們的教練 都是站起來 拍攝手掌 三腳球而已 使得高翼彈下來 給胡柴石 胡柴石一傳出來 就被米粗域頂合了 這個很簡單的組合 人家入球 就是這麼簡單 不需要很多花巧 藍斯拉夫班 勝作夠實際 使得高翼在中間 一寸 寸你的球 球迷看得很開心 好 賽事進入下半場了 看看港聯落後 之後 就怎樣作賽 後面有機會射 但這個球射過來 被守門員的彭道路域 推橫 射球的就是卡神 卡神不知為何這麼好笑 當日有三萬一千多名觀眾入座 看這個竹種 就可以說 收回一次 滿堂紅 好 看這個球怎樣 遠射 但被威娜擋到 然後邱建威回來 加一腳 射球的就是米粗域 貴拿這個球 都捉到路了 但那個球射得真的很厲害 好了 又來了 今次看看那個球怎樣 又是市道高域 再一個直線傳過來 中間又是米諾域 又是市道高域 搞定了 那3比1 那麼這個 港聯隊都大勢已去 2比1 還可以打 3比1 應該是大勢已去 應該很難 追回兩頭 那三球球 都跟市道高域 妙傳誅宋有關 沒有可否認 這個11號的米諾泳 兩個機會也把握得好 一個是頭槌 一個是左腳 那就適合了 港聯後來換日了 李布倫 利用他的攻波和速度 這個波漂亮 由機亞右 左手邊 斬過去右邊 起雲群立 一個半鍋 用了半腰抽射 射得漂亮 過程也挺有默契的 但是這個鏡頭不進入之後 港聯就沒辦法了 只可以在年初五 打這個 貴軍戰